台南市民紅山本地使用法技創作的 來當前以色來解釋台機師 他當過以來觀察到台灣的紅酒拿到海邊的食物 他將四股裡面涉入去 出版一本以海邊食物作主題的台機事件 像我對台灣這個土地的感情 他的台生苗回來創作的部長 這尊由台港市掃的歷史牌坑 不算對鄉民的紅酒拿很了解 這是他的故鄉 故鄉的美景都死 這是我們台灣 我海邊食物的故鄉 紅酒拿他們當 我們進來 他們的家來找找師的感情 六十六歲紅色本年退休之後 又做過四廁台中廟 頂頂四近廟時的主管 他笑說自己是廟公 他很關心台港生態 到立文書調查 他整個創作都是用法技下的 不過六年前 他跟牽手在故鄉 中間人民宿就開始解釋台機事 他會跟師傅作品搭在家裡 怎麼寫也會超過禮拜肚腐 所以我六年前 比較骨心 要來用台機 寫作師 寫作有甘情 有寫命 換人人的藝術 海水如果太減 路面就要不是流汗 鹽 從蜘蛛跟蜘蛛出來 煮裡才有煮味 在海家當 紅色跟台灣五種紅色 還有很多海邊的食物 寫進來日本 賣分香食籍裡面 我們都知道松寶長青 不知道木馬房 穿白在海邊 在保護我們海法山的 古土流失 海岸線不會崩潰 對紅色來說 台灣這塊土地一切都是死的靈魂 事物寫了 它又寫台灣的地理 靈魂 接下來又有壓教 它願望可以寫出更多 有感情 有靈魂的作品 記者等到文化為作 台南報道